高雄在昨天金船有一艘韩国现代货轮 傍晚要离开高雄港的时候 却是不慎偏离航道 竟然就这样直接撞上了红毛港的观景平台 而当时的平台上还有100多位的游客都受到惊吓 一艘现代货轮就这样撞上红毛港的观景平台 当时平台上还有100多位的参观游客 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撞击吓了一大跳 要沉船了 15号傍晚5点多一艘韩国现代货轮 疑似偏离航道直接撞上红毛港 随尼平台碎得乱七八糟 连离航灯都被撞断 货轮的船体则是凹了进去 而当时工作人员见到船身越来越靠近平台 第一时间做了游客疏散 不过发生货轮撞平台 现场的工作人员和民众可是看傻了眼 太好笑了 这应该陪我们吧 太离谱了 这艘游轮已经进行修复 而港务决前往红毛港视察受损情形 除了平台毁损 夹派人员进行潜水探勘 将会是损坏情形 对船公司商讨求偿问题 我们部份计船公司都有保险 PRI的代表也有到现场 等一下我们会看完 会签损坏的一个情形的确诊单 那我们会把损坏的金额 估出来跟他们求偿 缩新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究竟货轮怎么会撞上平台 都还有待厘清调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